哥哥们上个故事咱们讲到我这刘汉和这个江汉秀就搞在一起了 这件事情就被这孙查龙和这个廖九文说了 那你看廖九文当时带着十来个穿迷彩服 直接就来到刘汉的房间 见两个人就堵在屋里 这边对着这个江汉秀 那就是一顿炮的 直接告诉自己的兄弟把江汉秀给我攥出去 那你看此时的刘汉呢 这边看了看这个廖九文 廖九文瞅了瞅 姓刘的你他妈胆子沾到呀 既然我的女人你也敢动我 随后叫了几个兄弟 直接给刘汉的摁在地上 对着刘汉的 那就是一顿拳脚相交 这个时候刘汉的兄弟 唐贤兵和那个田仙伟啊 在那个旁边的房间呢 就听见这屋里边有打闹嘴声音 两个人呢就出来了 那你看他们呢 还没有走进那个房间 就被人家穿迷彩服务 直接拿枪啊给顶住了 别动来 动他妈我打死你 这个时候刘汉说兄弟 你们不要动 这个时候廖九文啊 当时打了刘汉的持续有一分钟 这边瞅了瞅刘汉 我他妈今天要不看周公子面子 我打死你信不信 你他妈小子真是色胆包天了 随后我带着江汉秀 等着人家就走了 这个时候田仙伟 还有这个唐贤兵啊 直接说了汉哥要不要去医院 刘汉说不去医院怎么办啊 给我打成这样 肯定得去医院的 随后我就去医院了 此时的韩文啊 和孙叉文也到医院了 这孙叉文还假惺惺的 跟刘汉说 说汉哥这事是因为什么呀 刘汉瞅了瞅 因为什么你们也应该知道吧 你们先回去吧 我自己是在这块 我这两个兄弟照顾我 也没什么事 随后这韩文和孙叉就走了 这个时候 也见田仙伟说 哥要不要给周公子打电话 刘汉说这件事情 给周公子打电话 多丢脸呢 周公子来了 还不得说我呀 行了赶紧给刘伟打电话 告诉刘伟 我在这带揍了 在周公子来之前呢 要把这件事情处理明白 田仙伟这边一看说 行哥我这就出去打电话 已经是晚上将近11点多钟了 田仙伟这边把电话 就打给刘伟了 刘伟这边一接 哎先生 哥 你赶紧过来吧 汉哥被人打了 汉哥被人打了 在哪打呢 我们现在在取静的 你先到大理 大理到大理之后啊 你给我打电话 这边你看刘伟说 行我知道了 那你看随后刘伟啊 带着20多瓶小弟啊 手里边拿着五连毛子 七连发子 还有两把AK啊 就到了这个云南大理了 已经是两天以后了 此时的刘汉呢 在取静住了两天院呢 刘汉跟韩文孙叉 等人呢 也就回到这个大理了 那你看到了大理之后啊 这个时候 这韩文就看见 这刘汉呢 要来这么多的兄弟 孙朝呢就回家了 孙朝并不知道 韩文这边啊 就跟刘汉说了 说刘汉 你真的要跟这个姓廖的 比成这么一比 拼成这么一拼吗 最小的背后的实力 他可不简单呢 你万一要是 真把他惹毛了 这件事情啊 就连周公子都难摆 刘汉说 我不管什么周公子 我也不管他家里边啊 有什么样的有功之神 他得罪了我 我必须得打他 这个时候 韩文心想啊 把两个人调解调解就完了 其实韩文呢 心里边啊 想的是好事 韩文这边啊 直接把电话啊 就打给谁 打给廖七文了 廖七文这边一接 哎呀 韩文 七文啊 你看你上回 你再不记 你不看别的面子 你得看一看周公子的面子 你把周公子的兄弟 给打成那样 你这样 你到酒店来 好不好 眼睛这边啊 也找你 从举君回来了 要跟你 唠一唠这件事情 这边这廖七文一听 那去吧 那还有什么怕的 他不想找我 我也得找他的 对不对 这件事情啊 不是我打他一顿 就就可以这么了事的 随后这边廖七文啊 带个四五个小小弟 直接就来到 刘汉入住的 相跟人家在酒店了 那你看往那个房间里边 一来 当时屋里边 站着二十来个兄弟 手里边全拿着 五连毛子 七连发子 廖七文啊 当时就想走 那你看呢 眼睛刘维的兄弟 直接把门呢 就可以堵上了 别动来 都别动 廖七文这边 你看你们敢跟我们动枪 刘汉说有啥不敢的 坐这吧 咱们唠一唠 此时的韩文啊 直接就说了 刘老板呢 你看这件事啊 我能不能跟你重新说两句 那基本上 你赶紧的 给刘总道个歉 这件事情啊 咱就上帝了 对不对 毕竟呢 你不把你给打了 再说了 那个江汉秀是什么样的女人 你也不是不知道 廖七文说 她是什么样的女人 那究竟是我的女人 别人他妈不可以动 我想给她道歉 我为什么要给她道歉呢 刘汉 我告诉你 你把我的女人给忙擦了 你得给我拿钱 这件事情啊 没有二百万呢 根本就摆不了 刘汉这边一看 姓廖的 你他妈胆子太大了 今天我要不看 韩公子的面子 你信不信 因为你都没有 跟我说话的机会 随后刘维等人 直接拿枪 巴就给怼住了 这个时候廖七文说 你看好了 我们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 你竟然敢拿枪对着我 刘维这边一看 啪擦一枪过来 直接把这个廖七文 从这个椅子上 就给打下去 廖七文这几个兄弟刚想动 刘维这边一看 啪啪啪 直接两枪 给直接就两枪啊 就打上了一个兄弟 这兄弟瞬间就倒下来 这边你看 刘维说 给我走 几个兄弟将啊 廖七文他们等的 就是一顿胖揍 那你看当时廖七文啊 确实被打得成财 随后这边刘汉站起来 直接跟廖七文说 姓廖的 我今天要不看周公子的面子 我他妈整死你 那你看廖七文走了之后啊 直接就抱了这个六扇门了 那六扇门这边一听说 老廖就被打了 你还带着十来个兄弟 就来到香格里拉酒店了 这个时候 韩文载着呢 那眼睛是大理师一把的公子 韩文这边一看 你要干啥 刘我载着 一个人呢 你都别想带走 那你看有没有将刘汉给抓走呢 老弟啊 下集给你讲述